喂 孙朗 什么 早签就能拿钱 您先别着急 现在有几个人签了 正好我也有资料拿给大家呢 我明天上午过去 阿姨偷小绿队副老人 真有你的 小总 越早同意按时走人 得到的补偿越多 这么用心地激励政策 发布会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合计者还真是如影随形 每天都能见到的 用钱为逼利诱 你这样跟赵明轩有什么区别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老孙 换一个地方打一掌 多拿几千块钱可以帮助小孩 有什么不好的 这孩子孩子一辈子 还孩子操劳 你还没奉献够啊你 还奉献呢 要是卸不出去 你把这也当家呀 这诺言我老给他干嘛 这话不能做这种家的啊 这话不能做这种家的啊 这家是我们的家 这家是我们的家 黑性商人为了赶我们走 把心理战术都用上了 让我们其内讧啊 我知道您先别着急 我已经找了一些养老院 给大家做落脚点了 落脚 你别搞错了 我要的是这里不被改造啊 对对对对 我们哪儿也不去 我不搬我不搬 我要是搬了 我儿子累了以后找不着我了 我不搬 阿姨 我不搬 您先别着急 我们在想办法 我搬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 早点 前三日一到 翻修工作就会开始 我劝各位还是理智一些 尽早拿着补偿金 去找个合适的养老院 你这小子 年纪不大坏得很啊你 你干嘛 就怎么了 你小心点 你小心点 怎么回事 快点一二零 快点一二零 打电话啊 打电话 你走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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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 打电话 你这么个表述我这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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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快点 电话 你还挺淡定的 孙老要是出了事 你脱不了责任 孙生生生 你怎么了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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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 我男人说什么 老孙 你说你去看了养老院 你再帮我安顿他们吗 别往自己脸上贴精了 我只是想用扯皮的时间 干点实事 你们的前三日 能不能推迟一个月 我们两个年轻人 跑了五家养老院 都花了一天的时间 他们都那么大年纪了 怎么可能在三天之内 就找到落脚点呢 你们 你和隋敏伟 有问题吗 谢谢你们这么努力地帮我 但这件事能不能不要管了 我自己安排 别自作多情了 管都不是你 老师 情况怎么样 是有些慢性病 但不是这次晕倒的原因 心电图还挺正常的 就看你们是想继续观察观察 还是想回家休养 臭小子 我也吃水果 精神和胃口都不错 劝劝老人家 早点回家休息 谢谢医生 不客气 谢谢啊 二十二床 小总 这次是运气好有惊无险 但是你要知道 你面对的是一群 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要做生意要赚钱 可以理解 但是老人的身体 和心理诚实能力都是有限的 保不住哪一天 真的就有人倒下来 这什么态度 好自卫是吧你 乔总 乔总 那我先把水果 给我给孙老孙上去 你先去吧 好 没想到这老孙头居然装病 住了一天院 真会做妖 她是 不关注啊 顺着她呗 要我说啊 她是这群人里边的 一线领袖 最难搞 要是能让她顺利搬出去 那其他人肯定 麻人都能出去 要不 找她家属想想办法 她不是没有子女吗 她是没有子女 但是她有一个亲外甥 逢年过节都来看她 别看这老孙头平时婚不恋的 对她这儿外甥好着呢 跟对她儿子似的 算了 还是从补偿精神入手吧 你带她再去找几家养老院 直到有喜欢的为止 要我说舍打气寸 别弄她没有用的了 给她外甥一点甜头 直接就考定了 利用钱已经不怎么光彩了 没必要连感情都利用 萧总 这有时候我还真是摸不透你 一会儿您好像是只认钱 只认合同的商人 一会儿还真有点人情味 那我上去再圈领老孙头 好 好 好